蠻好,這樣OK嗎? 好,最後這裡,還有一個幕後花絮 因為今天要特別特別特別,所以為了準備一下 我們這一次簡報我在做的時候,我是用CAMBA來做的 雖然CAMBA不是拿來當簡報的主體 可是我可以拿來做封面,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這些背景素材,是不是很好用? 所以這個檔案我有放在這裡 這個如果老師你覺得有需要,你可以自己複製 但是重點其實不在複製,而是我把那個過程告訴各位一下 你看,要從最後一頁打開,我原本的是這個範本 我CAMBA是找這個範本,那找哪一個關鍵字? 找這個關鍵字,在第八頁 因為要開學了,我用這個關鍵字 Bad to school 好,那裡面呢,你有看到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介紹的AI生存圖片 所以我有準備這些,有沒有? 去背好丟進去嘛 你在CAMBA裡面去背也可以啊 再來,我不是有這個紙膠帶嗎? 在哪裡有紙膠帶? 這裡不是有紙膠帶嗎? 所以我用紙膠帶這個關鍵字去找那個圖庫 再來你有看到Bling Bling的 不要自己做 發散光芒 你就可以在CAMBA裡面找到很多這種Bling Bling的 這樣會不會用的? 好,所以我總共做了這麼多隻 不見得每一隻都要用啊 不見得每一隻都要用啊 像這個是第一隻生存的 然後中間生存這一隻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可愛就不要用啊 這兩隻本來是我希望它比愛心啊 但是它比不出來 只有直接穿衣服 這樣我就不OK 來,我也把我的提示史有沒有保留下來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雖然我不是用CAMBA白板 是不是一樣在紀錄那個創作的過程 一樣可以啊 好 我就把它紀錄起來 那你看到我的首頁封面就是這樣做的 內頁有沒有 一頁一頁做好 然後我輸出的時候 因為它會動 所以我就輸出 下載 變成什麼 GIF 我就一頁一頁下載下來就好了 這裡 有沒有 我就特別勾 第五頁 那我就會有 每一張這個單獨的頁面 那我就可以進到 我的 其實老師用PowerPoint也可以 只是我比較習慣用Google簡報 那我就進到這邊 投影片 這裡 編輯主題 有沒有 按右鍵 背景 就上傳那個PDF上去 所以我的 封面 在這裡 我的內頁 有沒有這樣一個一個做進去 那我需要的時候我就來外面 好 比如說這一頁我要換 我就來這裡投影片 幫我換成其他的 這樣有沒有跟各位在做PowerPoint一樣 其實都一樣 只是大家平常很少做這件事情 剛剛那一件事情叫做母片 Google簡報也有 OK 所以 因為今天比較特別 不然平常沒有特別公開幕後花絮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 Athletic ourselves 谢谢大家